今天我教大家做懒人版的无糖枣泥蛋糕 它的做法非常简单 而且它的味道特别好吃 健康又不鲜 大家还不赶紧做起来 今天要教大家做枣泥 我们将去合的红枣倒入锅中 先将它煮沸 背后调小火 然后将红枣煮至软烂为止 煮软烂后里面是没有水分的 开烤箱预热 上下火165度 然后我们烤箱有温差稍微调节了一下 我们将鸡蛋敲进盆里面 大家如果要加糖的话 这一步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加糖 今天我做的这一款是不加糖的 我们搅拌好后将我们的枣泥倒入 加两者混合均匀 我们将小苏打和我们的泡打粉 倒入低筋面粉中 搅一下 倒入搅拌好的蛋液和枣泥中 用打蛋器直接搅拌 画圈圈就可以了 搅拌至看不见面粉为止 然后倒入玉米油 搅拌均匀 我们可以在里面扎一点核桃 我们将它搅一下 接着我们就倒入模具里面 模具可以铺一层油纸 如果大家看到有气泡的话 可以稍微摔一下 我们放烤箱中下层 30到40分钟都可以 时间到了 然后我们将它取出来 好稍微放凉 然后我们将它扣出来 好我们的枣泥蛋糕已经放凉 而且脱模了 懒人版的无糖枣泥蛋糕就做好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呢 好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